現在臉上出現斑, 女生最擔心 因為要白、要滑 你沒有這些問題嗎? 年輕人不怕穿斑 年紀再大一點, 不會這樣說 你害怕的, 老人斑嗎? 害怕, 不過你有沒有聽過 知日性覺化, 男人居多的 什麼?皮膚問題?老化問題? 害怕嗎? 什麼? 害怕你, 不用害怕 今天我們衰老症癒系列 就說這個問題 今天很開心 請來皮膚科專科醫生 陳上希醫生跟我們討論一下 歡迎你, 陳醫生 你好 請坐… 你好… 嘉莉, 你好, 前文, 你好 你好… 不如先說一下這個名字 知日性覺化, 小聽點是什麼? 知日性覺化有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老人斑 首先說什麼是知日性覺化 為什麼有這樣的名字 知日性其實形容腫瘤表面 就像一層油絲般鋪在上面 亮亮亮的 而角化症是說皮膚最面前的細胞 就叫做角質細胞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個模型 皮膚主要有兩層 表層就是表皮層 另外下面就是真皮層 在表皮層最外面那層 就叫做角質細胞 其實這個病就是角質細胞的增生 就是紫色那顆? 紫色那顆, 對 你的腫瘤是怎麼出現的? 對, 在角質細胞增生而成為一個腫塊 腫塊, 好 你這樣說好像是一個老人的專利 是不是越老就會越生越多? 我知道除了老人家之外 不一定要很老的年紀都可以生 我們知道如果年紀超過三十歲 三十歲打後, 你還沒想到 三十歲 可以… 我們已經超過, 三十歲打後就可以生 還有, 這隻病是非常普遍的 普遍到原來我們知道 年紀超過六十歲以後 有九成的人可以生肢性角化 男人就比較多, 好 成因是什麼呢?為什麼會有呢? 我們知道肢性角化症 大部分都跟皮膚老化有關 除了老化之外, 遺傳因素也很重要 如果父母有肢性角化 子女生肢性角化的機會也大增 另外, 我們發現有問題 皮膚裡面的DNA有異變 有基因特變的成分在裡面 還有, 如果皮膚受過曬傷 曬傷過, 生肢性角化的機會也大增 還有, 如果生肌炎 皮膚發過的鹽, 也會多生肢性角化 還有, 皮膚的折位 下膠底和皮膚位也多生肢性角化 還有一隻斑, 叫做太陽斑 也有部分演變成肢性角化症 是, 跟吃東西有沒有關係呢? 跟吃東西, 幸好沒有關係 不是說你吃得肥膩多 就容易生肢性角化 其實, 知道肢日性角化 是在身體的哪個地方較容易出現的嗎? 我知道陽光照常常多的地方 例如臉、頸 會多生肢性角化症 還有手背、身體驅礦、胸口背部 也會多生肢性角化症 但與否跟我們清潔不好的事呢? 會否洗臉也不乾淨? 洗澡也不乾淨就會出現更多? 其實不是, 跟衛生沒有關係 成癮也是剛才所說的 主要跟腦化有關係 我們經常有雀斑 有時會默, 有些有機會皮膚癌 跟吃東西性角化比較 這幾樣有什麼不同? 你怎樣分辨? 對 首先我要認識吃吃東西性角化的特徵 從病的角度來說 如果初生一、兩顆吃東西性角化 是可以沒有症狀的 但當它的粒子越來越大 可以痕癢、發炎 有時你穿衣服會困損 可以再發炎、流血 對… 我們醫生做檢查 發現脊性角化通常是凸起的 摸上去可以粗糙 而它的表面 有一類脊性角化是比較光滑的 有一類是剛才所說的粗糙 表面好像有一樣 大小也有很多樣化 小顆的可以數公斤 大顆的數公斤也有 數目也有幾十顆 而顏色又可以淺色 又可以皮膚顏色 黑色也有 當然如果它發炎就會紅腫痛 即性角化真的可以跟其他東西 混亂 例如剛才所說的 雀斑 雀斑 雀斑你留意 通常生的人的年紀比較小 青少年就可以生了 而它的分佈是比較對稱的 在我們的臉珠燈、兩面臉珠 在鼻上生 因為是由一種吊蛇引起的 但它如何分辨呢 就是雀斑通常是一至三mm 在兩邊臉下比較碎細的 而且是平的 不會凸出來的 不會凸出來的 來分辨雀斑和智性角化 另外就是蜜 蜜大家都有很多生的 分佈是比較隨意的 哪裡都可以生的蜜 而且蜜的顏色比較實、深一點 而且筋是比較深的 而智性角化是比較表淺的 來分辨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影響我們的皮膚癌 對 不是每隻的皮膚癌 都會跟智性角化混亂 我們主要說 有兩種很容易跟智性角化混淆的皮膚癌 第一種就是基底細胞皮膚癌 第二種就是黑色素裸皮膚癌 首先我們先說基底細胞皮膚癌 通常的特徵是潰爛的,損傷了 如果臉上有些傷口不好 滲水、滲血、結膠、周而復始 你就要想會不會生了基底細胞皮膚癌 中間是潰爛的,但旁邊很有趣 旁邊的邊界是很光滑的 這就是基底細胞皮膚癌的特徵 第二種皮膚癌可以跟智性角化混淆 就是黑色素裸皮膚癌 黑色素裸皮膚癌 其實像一顆很大顆的蜜或脂 但它很噁心 噁心的意思是它不規則 顏色又多樣化,邊界又癌殘 但最好不要自己亂猜 如果你懷疑皮膚癌 這些危險的病,就盡快看醫生 是,但會不會雀斑曬下就變成老人斑 對,雀斑本身不會演變成為智性角化 但通常你生雀斑的人會多曬 曬得多,有另一隻斑會形成 就叫做太陽斑 在太陽斑上真的可以演變成為智性角化症 好,我們平時是否應該多留意自己的斑 會否突然凸出來,或者突然很多 對,嘉莉,你說得對 通常曬得多,會多些斑 而你曬得多,也會增加智性角化 如果斑表面開始比較粗鞋、突起 你就要留意看看是否有智性角化症 但如果斑,你覺得好像變成角化 會不會生得很快的速度 可以生得很快,有幾個月 生到幾十顆都有 如果你短時間之內突然發現 爆發性的很多智性角化症 你要留意看看會否患上一種 叫做身體內部的腫瘤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胃腺癌 但其實這些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絕大部分的斑食角化都是良性的 不如說說治療的方法吧,好嗎 好,治療的方法主要有四類的方法 第一類就是冷凍療法 我們用液態淡 我這次帶了液態淡的噴管 就是冷凍療法 冷凍療法 對,負零下二包度的液態淡 來冰它 是,這樣就會掉了 這樣就掉了 但這個方法要留意 如果對於比較薄的智性角化 這個方法也有效 但如果比較厚的一整塊智性角化 冷凍療法未必第一次可以滲到根部 通常要做幾次 是 所以就衍生了第二個方法 對於比較大粒的智性角化 我們可以考慮電卓掛除術 是 首先我們用麻醉針 先把皮膚表面麻醉 是 然後用特別的刮刀刮掉 是 不僅僅,還有一個根部 我們要用手術的高頻電刀 是 把底部填在底部 這樣就完成了 連根都拔起了 連根都拔起 對,跟電卓掛除術很類似 第三種療法就是二氧化碳激光 也是一種摧毀性的療法 剛才提及過 因為智性角化有部份 跟皮膚癌混淆 所以我們有第四方法 就是皮膚活組織檢查 來分辨、驗清楚 它是否是 它是否是皮膚癌 那怎樣做呢 我這次就帶來皮膚模型 就當作這顆智性角化 我們又是做了局部麻醉 麻醉不通後 這次我們用刀 真是一把鋼刀 這樣切下去 對, 像切一塊蛋糕一樣 整塊都切出來 提取了這塊東西之後 就基本上連根拔起了 然後這塊就拿去看眉頸化驗 切了一個洞洞, 不僅僅 我們就要關上它, 亂翻針 有條大概一吋長的疤痕 這樣就可以分辨到 它是否皮膚癌 但是你一開始都說 其實大部分的都是良性的 是 我覺得自己還可以 我不管它, 行不行嗎 可以的 如果你的數目少, 又沒有症狀 不影響你, 真的可以不用理它 但如果數目有這麼大 而且每顆越來越大 會有症狀, 會有不舒服 是 可以是癢癢, 痛, 發炎 有時候大腦上下 穿著衣服拉扯到 真的很舒服 又會痛 對, 痛 如果不舒服, 就可以考慮清除它 第一 第二, 如果它生在臉上 很醜怪 尤其是長者, 很影響外觀和自信心 也可以考慮清除它 第三,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生了大量的瘋性角化 當你有99顆瘋性角化生了 第一顆, 通常你以為它都是瘋性角化 但很可能第一顆就是皮膚癌 皮膚癌混入了餘木混在脂肋性角化 這就是大件事 一分鐘錯過了治療黃金期 所以如果有大量生的脂肋性角化 也是一個問題 如何跟皮膚癌有時候混淆了呢 因為它的外觀有時候很容易撈亂 尤其是剛才所說的 有兩類就是基底細胞皮膚癌 和黑色素的皮膚癌 有時候它們的外貌很難分 就是它混合在中間 對 看不到它 對 錯過了 錯過了 初期很早就打斑就可以了 是嗎?會否好一點 如果在很早期的瘋性角化 它不是那麼大顆 有時候打斑的激光都可以脫掉 是嗎?那有沒有藥可以塗呢? 譬如藥在很早期有一點東西 就已經塗, 會否好一點呢? 暫時未有外途的藥 就很有效地對付初期的性角化 通常都是用剛才的那些辦法 例如冷凍、電觸掛除術、激光 甚至乎皮膚活组织檢查 請先生, 是否一次過就可以 做完所有的清理呢? 似乎有多少顆瘋性角化 如果譬如超過100顆 而且分泊很廣泛 有頭和腳都生 就未必一次過都可以清掉 因為通常要對付這麼大量 素目的瘋性角化 我們就用塗麻醉膏的方法 去做麻醉 因為你想想, 你幾十顆 不可能針針, 用麻醉膏 對 用蜜蜂膏 用蜜蜂膏, 是嗎? 所謂塗麻醉膏 但是麻醉膏有上限 如果一次過塗大量 吸收了很多麻醉膏 對身體過量, 不會好 有時我們對付大量的角化 真的可能要分開幾次手術 每次做一部分, 這樣就比較安全 我女士太美, 我想問一下 有電掛, 剛才說有激光 或者有冷凍 哪一種康復得最好 又康復得最快, 又不通 又最方便, 你覺得嗎? 幸好, 肢體性角化 屬於皮膚比較表現的皮膚問題 所以剛才所說的幾個方法 都不會觸及到真皮層 所以術口有包含尼組織比較小 如果術口大概等兩三個月 基本上包含尼賣得相當好 康復期就兩三個月左右 兩三個月左右 對手術後的護理方面 我們有甚麼要注意 術口的護理也很簡單 當你做完電掛掛除術 最初的傷口有少許滲水滲血 只要每天洗傷口 在家裡洗就可以了 用消毒藥水、染棉花球去洗 對, 如果傷口比較大 我們就要蓋沙布 避免細菌感染的機會 如果傷口在臉上 就不要曬太多 因為擔心太陽子外線 會增加食素沉澱的機會 另外要戒口 好, 就不要喝生魚湯 因為生魚裡面有賀爾蒙 會導致傷口發肉芽 是 復發的機會又大嗎 脂肌性角化做完手術 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清除 也很少復發 但小部分也有機會復發 因為脂肌性角化是皮膚老快問題 你連續增長會有機會復發 好, 今天感謝陳醫生 感謝陳醫生 感謝你講解 如果大家有疑問 可以請教專業人士 或醫生的意見